投資通識 大家好,我是BWC寶華世紀的Joseph李昆明 今天很高興請到香港城市大學 EMBA課程負責人梁偉強博士 和我們合作一個投資通識專門 主要是分享這個東盟投資攻略 香港有一句說話 就是開門七件事 柴米油鹽醬醬茶 是的,今天我們請到一個位 是從事一個米業的專家 他是來自香港金圓米業 國際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 林世豪先生 Hello,Anthony,你好 Hello,Joseph,你好 講開吃米,大家每天都會開門七件事 剛才所講了 可不可以講一下香港的米業 從開副開始的歷史和我們分享一下呢? 其實很有趣的 從香港的米業開始 近時 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到大約六零年代 是全部是政府控制的 政府控制有好有不好 因為它又控制價錢 控制所有東西 但是到了有一手米 政府是買了很大手米 但是品質是不行的 那怎樣解決這件事情呢? 政府就決定 那時候就說 找一些人來投標 結果大約有五十多人來投標 投了標之後 最多是有百分之五 那時候如果拿一批政府米 拿了百分之五 那時候有個米牌 就代表有百分之五 有些是百分之零點四 所以結果 那一次之後 就有這個叫米牌的制度 入口商的制度 那個米牌是價高者得 大家可以看你的公司背景的實力 和這個所謂現階段 我們叫做企業良心 當時會不會都是這樣 價高者得 當時其實是看實力 亦都是政府不可以讓你一間公司 可以獨攬香港的食米市場 所以最有錢最多 可以拿到只是百分之五點五 而是現在那個制度 都仍然在實施 對不對? 到2003年開始 制度已經改了 以前做入口商是很難的 基本上就是政府 限定了五十多人做入口商 除非你說你不做 政府當然有一個機制去檢查它 到2003年開始 機制轉了 現在做入口商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都有一個入口商制度 但是每一年你要和政府去申請 政府交了一些很基本的BR給政府 那你就可以到第二年 他有個審查 審查完了 他就給你一個米牌可以入 大家好 我是BWC寶華世紀的 Joseph李昆明 今天請到來自 金元毋業國際限公司的 董事總經理 林世豪先生 Anthony Anthony你好 你好Joseph 教授這個環境 我們講一下這個circle key營運 就是在越南 如果說到越南 不如說到越南營商之道 因為我們答應了城市大學 EMBA課程 梁偉強博士 探討東盟的投資攻略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越南 為什麼你會選擇越南呢 越南的競爭力 其實一直在上升 例如很多時候 現在我們見到 就算在外國西方買家 他們見到中國這樣的情況 因為中國的人工又多了 營運成本又多了 他們是要求很多廠家 叫做中國加一的策略 加一其實沒有限你加哪裏一的 這樣很多時候 人們會選擇 像印尼、馬來西亞、泰國 就算蒙古都會選擇 而越南呢 那些人選擇越南 其實都有很多 變成經濟 我們覺得越南的發展會很好 好了 你覺得現階段越南的經濟體系 或者人民的生產力 等於我們香港哪個年代 60年代、50年代、70年代 就是一個比喻 我相信大約是60、70年代 現在在越南的GDP 是去到美金120個Billion 1200億美金 GDP per capita 個人的收入 大約是美金1365元 明白 那在越南有沒有天然的資料 有啊 其實在越南很多天然的資料 例如油 and gas 它有出油的 它有很多礦物 有鑽油的 有鑽油的 它有鑽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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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些礦物 有水產 有米 還有一些臨木 明白 那它如果是去年的GDP 的growth是多少度 它的GDP增長到5.4% 好過美國的2點多 或者歐洲 差不多是打平 負增長與正增長之間 越南是一個出口型的經濟 所以它在西方國家 在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其實如果當美國和歐洲衰退的時候 是會影響到它的 因為它最主要的出口市場 其實20%是去歐洲 也是20%去美國 反而在東盟國家裏面 都是只有6% 在越南 你覺得他們的國民的視野 或者它的生產力 或者它的服從性 是怎樣 在man power這方面 其實man power 在越南投資 越南開廠 其實不需要建屋 或者建一些宿舍 給員工 做完工就回家 做完工就回家 或者他們可能兩三個人 三四個人 就一起在附近租間屋住 或者租間房住 這樣 它的經濟是習慣了 就是裡面的員工 是習慣了 變成成本來講 你在越南投資 其實是輕一點的 畢竟來講 其實越南 在90年代 開始開放出力 它的門戶就是 講開越南人的 manality都講了 我想分享 在越南政府這方面 他們會不會是一個 營商之道 當我來投資者是一個 耗客之道 第二 會不會是一個貪污的國家 越南來說 其實它很聰明 因為它本來的制度 跟我們中國 是很相似 制度跟中國相似 變成他們的改變 它是看著中國的改變 例如某些行業 它要去開放 它要看著 我們國內開放的情況 而他們才去跟 變成它往往做的東西出來 是比較 更加 快開放 它一放出來 比較快開放 去做 在四年前 四五年前 他們去做了一個 新的叫做 Enterprise Law Enterprise Law 就叫做 企業法律來講 是保障了 外來投資者 很多的權利 例如 它的物業權 或者它的擁有權 它的IP 它都做得很足 它當然 在一個開放中的國家 它很多東西都在改變 他們的貪污 是否嚴重呢 這件事很難說 要去看 其實有很多企業 其實拿得很硬 如果一個企業 拿得硬來講 它知道它找不到好處 那些人不會找到好處 我想當然 你要去看 有些人 他怎樣做生意 我想你越是 你喜歡走歪一邊的人 它就越是去搞你 即是我們 廣東人說 看著來欺負 看著來欺負 不斷不講錢 在稅制方面 怎樣 公司稅 或者其他 會不會有付交稅 GST 會不會有呢 他們有一個企業稅 叫做 corporate income tax CIT 25% 當然它另外有一個VAT VAT有不同的產品 它有0% 5% 或者10% 而個人稅 個人所得稅 大約是5-35% 視乎你是賺多少錢 那在物流方面 譬如那些highway 港口 行不行 甚至是那些expert 又去那裡 去做生意 那些condominium 或者是酒店 或者他們一般的消費 是否達標 就是我們所謂叫做 國際 都不錯的水準 其實酒店 現在是相當好的 比如說有很多國際的品牌 尤其是在胡志明市 都是開了 當然如果你去到 那些鄉下地方 那就 辛苦些 但是如果在大城市 越南的 胡志明市 河內 甚至中部的顯港 都其實是很好的酒店 但是路來講 真是高速公路 就不夠了 也都是越南來講 其中一件事 希望外資可以去做的 就是做一些PPP的項目 或者BOT 或者BT的項目 就是說 可不可以說 你收費公路 你幫他建公路 做一些基建的工作 現在因為國內已經是做不到 他也是很歡迎 外國投資者 下去跟他談這件事 甚至去電廠 水壩 這件事 是啊 說電廠 我聽說生產中的工序 突然間是沒有電 是不是真的 究竟有這樣的問題 發生在越南 是啊 當一個 在開發的國家 當然他一直加工廠 耗電量就越來越大 反過來 如果電廠不夠 他也會影響到工廠 電廠是一個很大的投資 變成他也是很想外國投資者 下去做這些項目 好了 我也想問 越南人對我們香港人 或者是我們的中國人 有不友善 是友善的 其實有 你會去見到很多越南人 其實那個語言跟廣東話都很相近 也都是在胡志明市 例如在提岸區 其實很多人是講廣東話的 現在開放了二十幾年 其實也有很多 他叫做月僑 即是去了外國的越南人 是回到越南做事 他們回到越南找機會去投資 我們也都見到很多 好了 我們講不同的範疇 不過講勞工的成本 在越南那個勞工的法制 例如一個禮拜回幾天 甚至是給OT 或者是他們聽不聽教聽話 在越南 他的 regulation 就說一天是做八個小時 一個禮拜是做六天 他就限制了 over time 有四個小時 或者每年最多二百個小時 當然也有社保 健康保管理 健康保管理 他的最低工資也有 但是他視乎不同的地方 例如胡志明市 最低公司是高一點 如果去鄉村的地方 最低公司是小一點 但是他的工人的生產力 其實好過很多周邊的國家 例如附近的國家 老窩 柬埔寨 越南的工人生產力是比較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